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支影片是新手衝刺特別兌換件的優先順序 購買資格我從公告中看不太出來 公告裡看起來是說開始玩遊戲之後的十天內才能買 但有人是說2023年8月11號以後創賬號的都能買 誰能買 誰不能買 反正你開遊戲 畫面左邊應該會顯示啦 有顯示就能買 沒顯示就是不能買 不要問我你能不能買 問你就是我不知道 購買資格麻煩你去SONET 如果你能買 那我會推薦畫面上這些角色 推薦度主要著重在競技場強度 跟活動 露娜塔 地下城這種推圖超通關作業場合 戰隊戰方面我就不想管了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 戰隊戰主要是給滿等玩家玩的內容 新手認真打跟隨便打差不多 可以到滿等或是接近滿等再開始研究 第二個 對於還沒滿等的玩家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滿等 如果我推薦現在很不錯的戰隊戰角色 誰知道你滿等之後這個角色過氣了沒 加上日版這個月系統要大改 後續會怎樣 沒人知道 所以今天不會推薦戰隊戰角色給能買新手衝刺券的玩家 畫面上沒有的角色就是不推薦 今天第一個推薦的角色是泳裝咲戀 卡咪香強度也很強 中衛輔助 泳裝咲戀強是強在一技 在競技場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是開場加攻的生效速度超快 比拉隊初音出動打人還快 有辦法在拉隊初音打出傷害之前加上她攻擊力 讓她第一動傷害變通的角色非常稀少 第二個是泳裝咲戀開場會幫全隊大量補TP 可以讓全隊第一次放UB的時間點提早很多 在競技場越早放UB通常優勢越大 常常是誰先UB誰就會贏 所以泳裝咲戀這種開場補全體大量TP的角色超神 目前可以補全隊大量TP的角色還是只有泳裝咲戀 其他人要嘛補TP量太低 不然就是只能補物理角色 泳裝咲戀在競技場長久以來都是無可取代的神角 進攻跟防守都很神 在推圖活動 露娜塔之類的超作業通關場合也常用到 是個很棒的角色 五星推薦是這次第一優先推薦的角色 第二位是新年四花 中衛補師兼輔助 特色是可以幫我方魔法攻擊力最高的角色補TP 還有讓她攻擊力提升很多 可以打出很恐怖的傷害量 並且UB會提升全隊的TP上升跟很高的魔攻量 長久以來都是魔法隊超強輔助 在戰隊戰競技場推圖活動露娜塔上場機會都很多 是個非常實用的角色 登場到現在從未過氣 單純從強度來說 這位我也會給五星推薦 這次之所以優先度不如泳裝咲戀的原因是 泳裝咲戀下次復刻要11月九刀爆 新年四花五月就會復刻了比較近 所以二選一的話我會推薦泳裝咲戀 最快五月時就能同時擁有這兩位角色了 第三位 富婆克雷奇塔 會破防 輔助 補師兼 範圍輸出 特色是會賦予全體持續恢復血量跟TP的狀態 並且UB會對敵方全體破防無視範圍 對面敵人越多 破防量越高 富婆的全體持續恢復非常實用 然後她的UB破防在推圖是神技呢? 推圖常常會遇到對面怪物戰很散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想要用全體的範圍攻擊去打對面 那就要使用全體破防角色去破防才行 如果使用的破防角色只能範圍破防 後面太遠的角色破不到 那就會浪費掉很多的範圍傷害 也會浪費大量的時間 推圖就會很容易超時 目前物理隊能全體破防的角色非常少 破防量有富婆高的就更少了 反正對於新手來說 富婆推圖很強 是蠻推薦的角色 給個四星推薦 第四位 啦啦隊 初音 中衛輔助兼範圍輸出 特色是開場會用非常快的速度對敵方全體造成傷害 傷害超痛 在競技場超強 只要對面有那種軟啪啪的非六星角色 初音開場就會施放魔法 直接把對方變不見 是個很實用的競技場角色 在競技場進攻跟防守都很實用 但競技場以外的場合就沒什麼卵用了 想要打競技場的玩家可以換這隻 三星推薦 第五位 泳裝女僕 後衛輔助補師 特色是可以幫最前面角色附近的隊友提升很高的雙防 並且賦予魔法吸收盾還有增加物攻 這個效果在競技場超強 可以讓最前面的坦克生存能力強很多 很難被法系角色打爆 在競技場是很強的防守角色 進攻就沒什麼用了 這位對於新手來說還有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女僕需要裝專2才會強 沒有裝就很倉管 然後泳裝女僕在競技場最佳練度要等級突破 專1滿 專2也要滿 雖然說不是一定要弄滿才有用 要說的是 全部弄滿會需要海量的資源 比較起來 啦啦隊初一沒有專2 要練滿需要的資源少很多 專2滿的話光瑪娜就要6000萬 又夠恐怖 總之 二星推薦 第六位 萬聖沒笑 後衛妨礙兼輔助 台版預計月底會出復刻跟專2 專2後的特色是開場會用超快速度幫附近隊友加魔防 還有開魔法盾 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幫附屬隊友扛住拉隊初音開場爆打的角色 可以讓薄皮五星角色不被壞壞拉隊初音秒殺掉 非常針對初動秒殺隊 另外 還很針對的是霞坦隊 霞靠著開場蠻快的大幅安控場 理論上可以開場把對面五個角色都綁起來玩綑綑Play 而萬聖沒笑專2可以讓附近隊友開場有魔法盾 不被髒髒霞的開場綑綑 可以很好的針對霞坦隊 萬聖沒笑可以擋初動秒殺隊跟霞坦隊兩種主流隊伍 在進攻跟防守都是競技場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競技場人權 不過也只有競技場有用 單純論強度的話 萬聖沒笑是最強的3S級 這次只給二星推薦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她月底就要復刻了 很快 另外她跟泳裝女僕都是需要有專2才有用的角色 也是很吃資源 OK 以上就是這次推薦的六個角色了 其他角色就有普通 不是特別推薦 優先考慮這六個角色吧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